OK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视频 现在时间是4月22号 那么在这视频里面我将讲一下 这个今天主要的新闻 是这个伊朗危机升级 油价款涨 然后再说一下 今天有说到个问题 问我就是说关于美国股票报税的事情 我知道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下 我所了解的情况 而且我也刚才也到网络上查了一查 首先我先说一下 我是在美国 我是在美国股票 所以说其他国家的我都不清楚 首先我先声明一下 我是在美国 等下我先说一下美国的情况 美国股票的事情 报税的事情 那我先说一下今天的现在的头条 主要的新闻就是伊朗的危机 我上次我记得前两个星期 我当时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目前市场的估计就是 5月2号的时候 这个美国将会停止 就是开始 就是让这个恢复 对伊朗的核油和石油禁运 非常有可能禁运 现在不知道 就是说到底要制裁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说 要求其他国家 禁止买伊朗的油 如果说你买的话 我就制裁你 所以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准备要 就是这个制裁的力度是多少吗 OK 反正就是说开始要 这个恢复伊朗的制裁了 主要就是在石油禁运方面嘛 但是至于什么程度 现在还没有个具体说法 大概是明天 我他新闻是说明天吧 就是大概是星期一的时间 他就会 政府就是正式的宣布的 这个制裁的具体的事项吧 OK 我两个星期以前有讲过 你现在可以看到那个油价的上涨啊 在这个地方一直宽涨 一直往上涨 已经在65块4毛8了 现在一直下上涨 从来没听过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 前两个星期的视频 应该还有一些吧 就这个试验是在我很久以前 这个很久以前花的 这个速度在不断上升 所以说我估计下周的 这个跟石油有关的股票吧 应该也会有反应出来 应该也会上涨 OK 这是这个情况吧 所以说我自己收藏 也有一个跟石油有关的股票吧 OK 我指的是短线 短线那个Rubyhood的那个操作方便 还有一个石油的股票 那你先看看大盘 大盘的话 现在是S&P500是在这里吗 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市场已经有所反应了 开始有所弹跳在这里的地方 关键的价位在这里 这个价位已经在4月 差不多4月1号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一定的那个support 正在有所反应 所以说接下来这一周的情况的话 应该看看会不会在 就是如果想要买的人 短线操作的人 如果说其实是可以考虑 如果说一旦价格降到这个地方 大盘降到这里的话 其实是可以考虑要不要杀进去 买其他的个股 或者说直接买大盘 这里就是比较大的阻力是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主要的support是在这一代 OK 这一代主要support 那现在我就差不多 至于这周的股票的话 关注的股票 其实我前两天我在星期六 好像是星期五那个视频 我有讲到就是说 我这一周的话 主要是关注这个 就是这个M减跟XHS 这支股票非常关注 我觉得这个股票是 如果说我波音 我手上的波音卖了的话 波音是4月24号业绩报告出来 我可能这一两天会卖掉 如果说我卖掉的话 我应该到时候我就是买这个了 但是我还是要看看价格会不会涨太高 如果说这个61块 明天涨到了63块 62块多那我就 那我就没有兴趣了吗 但如果说价格还在这60块到61块之间 明天大概这一两天徘徊的话 我其实我是应该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我会买这个XHS OK 我是比较有可能买这个的 或者说是MGIN吧 MGIN也有可能 看着一下 看一下这几天市场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反应 OK那现在就讲一下报税的事情 报税的话 首先我先刚才讲过了 就是说我是在美国嘛 所以说其他国家的报税 我是完全不清楚的 然后 那么报税的话 在美国的报税主要有两个嘛 一个是你这个 就是 短线跟长线嘛 它是这样子分的嘛 如果长线的话就是说你至少要保留你手上的股票 要一年OK 至少要这个一年或者一年以上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待遇 OK 什么待遇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是Long-Term Capital Gain 我刚才有看到是在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你如果你这是年半岁 就是你的收入如果是在38,600 而是单身的Single 这是Single啊 如果你是Single的话是这样子嘛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 你是夫妻两个人报税的话 我不太清楚 你可以去网络上看一看 很容易找到你到谷歌 你一按这个 这个2到18 Capital Gain 你就按到那个Merry或者说是 Join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是多少了OK 但我现在是Single嘛 我现在Single我就按下这个Single File 这个什么 如果说38,600的话 一年的那个收入的话 那么我这个Long-Term Capital Gain 就是没有税 OK 没有一分钱都不要交 也就是如果说我买的股票 我坚持一年啊 我是长线投资嘛 比如说一年 我卖掉一分钱都不要交 那么如果你是36,600 36,601块到42万多 那么你也只要交15%的税 这其实也是非常低的 当然你42万多以上的话 你就是要交2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其实税的话 美国是这样子嘛 就是如果你交20%啊 并不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那个前面的东西都是20% 这个20%指的是你的收入从42万5800以上开始到42万到50万700万200万 那一个段你是交20% 至于你之前那个42万跟那个38000在这一代啊 这一代都是交15%吗 美国这个叫什么Marginal Tax 他OK 我跟大家说一下 是有区别的 OK 那那么 OK 那么你如果你是短线操作的话 那不好意思 那你就是按正常的交税了 就是你就是你平时上班工作的收入吗 他就把你当成正常 正常的收入了 那么税是在这里吗 看到没有 单身 这是单身 这是marry 这是marry separate separate 这个是head of household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区别吗 是吧 那你比如说 这里是区别吗 这个你比如说他 我再说一次就是他美国的税是这样子吗 你这一段收入从9000多到37000 这一段你是加50% 你37000多到9万多这一段 你你是这一段收入你是交25% OK 然后这一段是交28% OK 并不是说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是赚9万多是吧 9万1000多 你并不需要 那你不用 那那个税 你并不是说你要交 你9万1000块 你要交20%的9万1000多 不是这样子 你这个百个税 25 你这个百分之25的税 只是交你从37000多开始到9万多 这一代 这一代 至于你37000多 从9000多到37000 sorry 9000多到37000多 这一段 你是加15% 所以说百分之 比如像这里 你9万多到19万 这一段的税是交28% OK 它是分开的 分开的分开的 我不知道 我也没讲得很清楚吧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短线操作 就是你如果股票一年以内 你都是要遮税 高不高 我觉得 也算高也算不高吧 这就是 就像我们平时工作的收入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也不是觉得很高 我觉得 还算OK吧 我觉得 就是当做 就是短线操作 你就当做是正常的那个收入吧 就这样想就 想清楚了 但是如果你是长线投资的话 那好处很多 其实我 其实我确实挺推荐 往长线投资的 因为很多人都是往短线嘛 其实长线有很多优点嘛 这现在就是其中一个优点 就是你的税 要少 要比那些 就是 短线操作人 你的税要少交很多很多 你知道吗 你看到没有 38000多的收入以内 一分钱都不要交 OK 你所有的股票赚的钱 一分钱都不要交 OK 如果你是长线 对吧 是不是 而且到了40多万 这一段 38000 你也只要交15% 然后呢我最后再说一下 这个股息的那个 税吧 股息的税有两种 一种他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ordinary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qualified 对不对 如果你是qualified 对不对 那你的税就好多了 大家看看 如果你是qualified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一段 大家看到没有 跟刚才那个长线投资的股票很像 也就是38000以下 你的股息是一分钱都不要交的 一分钱都不要交 然后呢你这个除非你是上面这一段 那开始交了吗 看到没有 这个图表你都可以去谷歌上面查 很容易查得到 那好 什么叫做qualified呢 什么叫做ordinary 这个dividend呢 OK我跟大家说一下 他这里有讲到就是 在我们美国其他主要的公司 其实一般的那个 嗯 我看这样对 等一下 打个比方吧 其实我们现在手上买的绝大多数股票 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嘛 美国的公司都基本上都是qualified 的dividend嘛 就是那种比较好的那个税嘛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是买concast concast就是那个他的股息是属于qualified的 比如说CVS 或者说迪士尼 苹果 AT&T 或者说是examobil 对吧 或者说是 嗯 你基本上能想到的 或者IBM 这些主要的公司 他们美国企业都是qualified dividend ok 这些dividend都股息都挺好的 ok 那么什么叫ordinary dividend呢 打个比方 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这个rate 这个rate就是那个 就是投资房地产 这些公司都是房地产里面的那些公司嘛 他们是投资房地产 这些公司的话 那那么 他们这些那个 这个税就比较高了 ok 他们就是把这些股息呢 就是我们平时正常的收入 所以说大家要有意识到 就是说 嗯 打个比方吧 像这个公司也是嘛 WP WP这个公司 像这些公司 他们有很多这里面啊 这些房市 这个rate啊 这种东西啊 就是投资房地产这种东西 那个基金嘛 他们很多都是 就是把你当成那个正常的那个收入 来来付那个 这个股息嘛 收入吧 对吧 所以说有一点要介绍 就是比如说看这些很多公司 他们房地产公司嘛 他们看起来啊 你看到没有 EU股息啊 都很高是吧 股息都很高 好几个股息都很高 但是你不要忘记啊 这个股息啊 你要交的税啊 要通常情况下 你要比那些正常的公司 比如说像concast 这些公司啊 你要更交 你要 你要交更多的税 所以说你其实这个地方的EU 这个股息其实要打折扣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以前也不知道 后来我慢慢认识多久 我才了解到 哦 原来是 原来这些公司 看财力股息很高 其实 有 有一部分要 你要被税 要被 要被政府给抽走 OK 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意思嘛 就是说这些公司 看起来股息很多 但是 有一部分已经 已经被打折扣了 OK 我看起来还要整什么呢 基本上就这么多了吧 我已经 刚才已经讲到 另外最后再说一个 叫个 在美国股票 我看一下 我记得好像是说三千块吧 大家猜一猜 就是如果你 以前的话是这样子 我现在也忘记了 就是 如果说你今年你的报税吧 你如果说你亏了三千块钱 比如说打个比方你股票 你亏了 这个 五千块钱嘛 那头三千块钱亏钱 你可以拿去抵税 那比如说你收入今年是三万美元 那么你今年股市里面 你输了五千块钱 那么你可以拿去抵税嘛 你就是说三万美元是吧 你减掉 那亏损里面的其中的三千块钱 那你可以跟政府说 我今年的收入 我的报税 我只能报两万七 因为我在股市里面 亏了很多钱嘛 其中你可以拿三千块拿去抵税 我以前是三千块 我现在不知道是多少钱呢 我不确定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其实很容易查 查得到 然后最后我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就是说我想跟大家说什么 就是说 其实报税这东西 我个人的看法是尽量 除非你真的很有时间 你很有研究 我个人 就我的做法 通常我是交给我那个会计师做吧 我是用那个 我用的那个公司是叫什么呢 我看看叫 叫 对 跟大家说一下 我用的那个公司是叫那个 Jackson Jackson Hill Jackson Hill是在美国很多地方的那个 就是沃尔玛里面都有嘛 沃尔玛里面都有嘛 这是我目前的所在的附近嘛 我在 我现在是在美国的匹斯堡附近嘛 匹斯堡附近 匹斯堡附近嘛 你看到这附近有很多的 这个Jackson Hill嘛 价格也OK 大概我 我大概今年我是付了100块吧 100块 上年也是100块 今年他本来想要我涨价 我说 我说我上年也是你的客户啊 今年还是老样子吧 后来那个 那个 那我的会计师本来想要我 交108块 后来我跟他 说了几下 后来就 还是回到原来的价格是100块 那么我总共是 那个 有报了个人所得税 还有那个 我的那个Robinhood的账号 另外还有这个大的账号 另外还有个是 我的退休账号 叫Rough IRA 嘛 退休账号 我报了这几个嘛 加起来 总共是大概100块 还是 所以说价格还是挺好的 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 这个就是 你可以多去几家问一问 那么我这家Jackson Hill 可能并不是最便宜的 但是 这是我当时找到最便宜的嘛 你可以多去几个 像HR Block 或者说是Jackson Hill 或者其他的公司 或者你去台湾街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是台湾街 你可以去找一找 但是我了解的情况 是我身边有的朋友 他去台湾街 去问这个价格嘛 中国人他要付 中国的会计师 要要抽更多的价格 很多中国人 其实很多情况下 比如老外 那个要求的费用更高 那么我现在是用Jackson Hill 我觉得目前的体验 还是不错的 OK 我个人是有点推荐嘛 就是反正至于价格方面 我不清楚嘛 因为每个 因为他们这些Jackson Hill 是可以独立的个体嘛 他们的价格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说 你可以多问几家 OK 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就是讲一下 世界动态嘛 主要是亦然的问题 然后呢 就是说一下 我下周主要是关心那几个 跟医药与关的股票嘛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 军工企业吧 军工企业 这周就开始 报告出来了 然后最后就讲一下 就是这个 这些东西的 就是报税的事情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点个赞 然后有机会的话 有空的话分享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然后呢 还没订阅的 可以考虑一下订阅 OK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聊 OK 拜拜